中文敬明 歷史博物館作顧責 去保養 保護我們這些文物的一個 機構 因為它的出現 死了兩件 即是 生裂呂破爛現建舊火車卡 生裂砍了巴士 推地到來就敢死 這些補慾 這些不是真補慾 各位我們這個地方不夠擺 建一個家通博物館 家裏你擺不下慈禧年代的花瓶 你都會賣個櫃大一點 不會撥爛花瓶 只留在前面的燈燈 一刻叫保育的 才沒有可難的事 你不會喜歡有人斬頭 是一樣的道理 你告訴我你會說 你旁邊的那個好小心一點 各位 所以希望大家不想這些危保護事件再次發生 不想有一個受害者 想有一個很好的地方去保存我們香港的一些交通文化 一些交通文物的話 請大家過來簽個名 爭取興建這個香港公共交通博物館 又或者有些人說 搶到腳踏巴士 喂 那個鬼事啊 其實為什麼會覺得這些舊的交通工具需要保留呢 其實它是一個我們香港的歷史見證來的 我們香港在八指的時候 其實在九龍區最先有巴士 跟著之後 因為打完著 因為國共內戰 更加多人走來香港住 跟著九龍區的人口呢 就爆牌 才會出現到 在我們眼前這架 紅色的雙層巴士的出現 跟著這個雙層巴士 出現了之後 一路就是我們整個城市的標記 全個亞洲區 香港是最先和最多使用雙層巴士的地區 除了英國倫敦之外 香港是最密集的那層巴士 這個絕對是我們城市的一個標記 是我們城市的一個 和其他亞洲區以至世界各地城市不同的地方 反映著我們的經濟發展 我們的社會發展 各位 這些古董交通工具 是印證著我們香港發展的足跡 更加和我們的城市發展 是很多的交錯的 各位 不想我們這些城市標記 我們的城市印記 被抹走 被殺掉 一滴不留的話 請過來我們 他我就簽個名 爭取去成立這個香港交通國物館 我看到有些朋友可能在看我這裏有兩張圖 那到底是甚麼事呢 這兩輛其實是同一輛車來的 這輛卡通巴士其實在1991年退了歷之後 原本它是作為一輛雙層巴士 是作為一個正常的營運 在1991年退了歷之後 被改成了一輛卡通巴士 是1992年的時候影落的這張照片 這輛車本來在退歷之後 改成了一輛卡通巴士 其實是一個換駕 而留在這裏 給它營運的時間 多了20年 到今年已經40年了 接近 但誰知道我們的巴士 我們香港的巴士公司 九巴 警察 有些人提議他為了這次的展覽 但這裏的博物體不夠大 就是把頭去做報警板 然後就殺了一輛 殺了一輛 換古董 這架本身的機械 引擎 椅子 那些全部在上面 是正常的機械 是可以運作到的 可以靠自己動力走到的 但是竟然 竟然 竟然呢 就被生氣 生湯 即是斬首示眾 現在只是這樣說 又說不好聽 這樣去 所謂的活化 所謂的做一個 慶祝單日 即是該會 大哥 斬首示眾 生日 真是慶祝 離譜 即是不想這些悲劇 再次發生這些古董 被無緣無故斬首的話 就過來我們就簽個名 是爭取興建這個香港交通國物館 是爭取興建一個香港交通國物館 就算了